哈喽,欢迎收看公民丁108会考解一特级 这期影片我们要讲解第26题 这期题目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先来下暂停 把题目看完再继续看详解哦 题目最后问的是该团体的诉求内容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团体到底诉求了什么 这个团体是希望媒体应顾及报导 对社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团体是希望媒体自己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要有所节制 不能一切都依照着利益和点阅率来制作内容 如果媒体只考虑着赚钱的话 或许就会只提供一些太过娱乐而无深度的资讯 或者是具有误导民众的新闻等等 造成社会的混乱 因此这题是强调媒体的社会责任 他们并不单纯只是一个为了赚钱的公司 而是肩负起传达资讯与教育民众重责当然的媒介 因此逐选项才是正式答案咯 这题我认为B选项是稍微具有诱达力的选项 虽然题目真的提到了民间团体的监督力量 要求其他团体负担责任 但由于题目问的是该团体的诉求 而不是该团体发挥的功能 因此与提议不合咯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这题的想解 今天你可以去看看公民丁 关于媒体试图的介绍 或者可以继续看下一题哦 感谢你的收看 别忘了喜欢订阅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